那么我们在这个冰骨骨折手术以后 它的这个锻炼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冰骨骨折术后以后 康复锻炼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应该说第一个首要目标是要 我们要恢复膝关节的屈身活动度 另外一个目标呢 就是要预防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的萎缩 那么恢复这个膝关节的屈身活动度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坐到床边 让患者舒服以后坐到床边 然后将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平面 对齐我们的床颜 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就会悬空到这个床的外面去 那么靠这个小腿的重量 逐渐逐渐的下垂 那么我们的膝关节的屈膝角度就会逐渐的增加 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缓慢这种锻炼 慢慢慢慢的我们的膝关节就可以从零度 逐渐趋到大概80度左右 那么到了80度以后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床边捶腿的方式 就很难再改变或者增加这个膝关节的趋趋度了 这个时候患者是需要他人的帮助 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关节趋趋角度的增加 这具体的方式呢 可以是坐在床上或者是趴在床上 然后由另外的一个人呢 来在保护这个膝关节的情况下 逐渐的去另外一个手抓在这个踝关节部位 来逐渐的增加这个膝关节的趋趋角度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杂技运动员或体操运动员 这个在这个锻炼或者激功的训练的时候的这种样子 叫拔筋是吧 就通常说叫拔筋这种动作 慢慢慢慢的来增加膝关节的这个趋趋的这个角度的锻炼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康复锻炼 就是要早早的要下地来负重 因为你只有早点负重 那么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它才会有硬力的刺激 才不容易引起过早的这种肌肉的萎缩 或者肌肉力量下降 那么通过这个关节趋趋活动度的这种锻炼 和肌肉力量这种康复的锻炼 那么实际上只要早期干预 科学的来实施 那么冰骨骨折以后 那么这个手术以后 对膝关节啊 这功能的影响应该是非常小的